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创建照布类的话 我们说是实现一个照布接口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创建一个保险 包名我们就起名叫Course吧 Q-U-A-R-T-Z 好了 在这个Course里面我们创建一个照布 这个照布我们就是打算先随便执行点啥 未来我们这个照布你就可以愿意执行啥 执行啥 比如说执行一个数据库的备份工作 对吧 执行一个什么系统的一个什么管存空间 或者是硬盘空间的定时清理工作呀 执行一个什么系统日志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清理工作呀 等等啊 就是反正就是你融栽嘛 你想想融栽这个这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你就把这些工作都放在这个定时任务里面 就可以了 明白吧 嗯 好了 那所以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照布啊 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那个我写的哪儿就 叫酷尔斯照布吧 Q-U-A-R-T-Z照布哈 不要这个名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a目利副来 闷思 这个叫 呃 叫照布 对 这个接口啊 然后这个接口呢 正常实现这个方法对吧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接口的实现 然后实际上这个接口 它还有一些实现类明白吧 其中有一个实现类呢 叫做CourseJobBin 这个实现类 你看它是不是实现了Job接口 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方法呢 你看它的这个SQ的方法里面 它预先写了一些东西 叫做BinWriper BinWriper里面它有什么FactoryBin啊 什么你这个代码的本身 你先不用太研究它是干嘛的 但是呢这个代码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可以在你的这个Job之间 和未来的就是你Job的这个执行的上下文对象之间 因为最后你要我们创建这个Job 可能就这一个 但是Job里面我们可能会创建一些Task 再创建一个Task 叫任务 比如说那个 My 我跟以前洗一样明白吗 Task Task 然后这个Task里面呢 你可能会写一些方法 那这个Task就是具体的了 比如说叫什么 数据库备份的任务 明白吧 比如说数据库还原的任务 然后比如说那个 代码清理的工作 日制清理的工作 等等 就是我们会在Task里写 然后用Job呢 去调用Task 去执行Task 明白吧 因为Job在我们的系统当中 就创建一个嘛 我们的Shadow就执行一个Job 然后接下来Task 我们也可以有很多 这样的话 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Job 和我们的这个Task之间 去共享一些这个数据去 就是我们用哪的呀 用这个 用CostJobbin 它有个封装嘛 有个BinWrapper嘛 然后它有个什么Multipart 什么PropertyValues 总之它这些东西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 我们共享数据的一个目的 明白吧 你在这个CostJob里面 put一些数据 然后你在这个Task 未来在Task里面 可以get出来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就不继承这个Job接口了 我们就实现一个 更为强大的一个抽象类 叫做什么呀 叫做CostJobB 明白吧 所以我们来继承它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A跟4 Tans X Tans 然后这个CostJobB 然后CostJobB呢 你刚才也发现了 它实际上 已经对这个方法 进行了一个重写 是吧 然后它有一个叫 ExecuteInternal的方法 然后会 我们会让它去 调用它 是吧 所以我们来实现这个 ExecuteInternal方法 又啥情况 这个包有问题 导的 你看这个包 好像导出现问题了 是吧 我这块的名应该写的不一样 这叫Spring Version吧 对啊 这没问题是吧 ContestSport IgSpring Framework 总之现在这个就是有51个包 有问题 知道吧 杀了 重弄吧 先给它 Update一下 先Update一下 如果 你不好使 就把它那个包删掉 你看它总去让我去下载 STS那个插件去是吧 现在有几个包有问题的 现在就 还是51个 可能跟我换那个啥有关吧 看一下 应该有问题 就是引了一个那个嘛 它影响别人了 这个都配了的是吧 这也都没问题 先把它先评一下 ContestSupport 还有一个叫 今天的这个机器总是出问题 然后给它Update一下 请不吝点赞 mavenupdate 勾压选 cancel 然后看一下那个这个 嗯这个 这回好了是吧 这回好了 好了之后先把这个cours拿出来 看一下是啥的问题啊 cours拿出来这个没问题是吧 然后再把那个拿出来 我这是哪个版本的 应该没问题 我原来就是这个 4.2.8是吧 4.3.8引起来问题挺多 4.2.8目前为止还比较稳定啊 这一块是吧 ORG Spring ORG.Spring Framework 哪块写错了 可不是咋的 啊好了是吧 然后接下来这面 有了是吧 啊心好累啊 然后这样的话咱们就引进来了啊 引进来了之后呢 咱们现在就开始可以写这个方法了 这个方法的话呢 那首先呢咱们就就简单的打印一下它的内容 叫System Out 然后就打印一下比如说Job 然后打印一下那个Job 先打印一下Message吧 啊对啊 我创建一个就有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啊 我想象一下啊 Strength 然后写一个Message 然后这个Message从哪来呢 就就既然咱们创建了这么一个东西 咱就得用它是不是啊 啊这个Message呢 咱们就从这个Contest当中来啊 因为原来咱们写的那个简单的那个 它是没有没有这功能的是吧 对吧 对这种Job啊 这种Job啊 它也有一个Contest啊 然后我们从这个Contest中来啊 从这个Contest中来的话 我们找到什么呢 get叫Merge的JobDataMap 然后点getStrength getStrength 然后这个Strength 我们自己写一个Key 就我们自己定一个Key 比如说叫Job啊 然后Primary P-A-R-A-M啊 然后Key 咱自己定一个Key啊 然后分号 然后把它在这块给它打印出来啊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再写一个啥呢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未来咱们要写的 咱们不是还有一个表吗 叫日志是吧 这个叫Joblog是吧 这个Joblog的话 未来咱们要写这个执行时间的 就是这个任务的执行时间 所以咱们直接把这个写出来 叫做Lang 然后是不是记录一个开始时间啊 然后等于这个开始时间怎么写 System 点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就记录一个开始时间啊 然后最后的时候 咱们再记录一个结束时间啊 然后接下来中间这个地方 咱们就执行什么呀 执行任务啊 执行任务的话呢 那就是System 咱们就先用out来打啊 然后这个叫做 准被执行任务 对吧 然后打一个任务ID啊 任务ID那现在没有是吧 然后默认情况下呢 咱们先把这Message打印出来啊 好了 这样的话 那我这个就叫 我这个就叫赵本啊 行就叫他吧 先把Message打印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未来我们是不是要 执行这个Task呀 对吧 你正常的话 原来我们写的那个任务是啥东西啊 就简单就打印一句话就完事了 是不是啊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未来可能要创建很多Task 或者是Task里面创建很多方法 去执行不同的任务去 明白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创建Task对象啊 然后执行Task里面的方法 等会啊 TaskTask不用非得是静态的 然后这块写那个Task 然后我们在这个Task里面呢 创建方法 那Task里面呢 我们创建两个方法 我们创建一个有参数的 创建一个没有参数的 因为未来呢 这两种情况我们可能都要遇到 所以呢 创建一个Public 这一刻 然后Y的Task 先创建一个有参数的 叫做Streme PIM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这块打印一下 就是我是带参数的Task方法 然后正在被执行啊 然后参数为 然后Parameters 然后接下来再写一个没有参数的 比如说叫Task2 Task2 然后我是不带参数的Task方法 然后正在被执行 完了 就这样 先写两个方法 然后未来的话 你写数据库备份啊 数据还原啊 数据清理啊 你就在这扩展就行了 明白 但是呢 你说我不写在一个Task里面 我写在多个Task里面 行不行都支持 都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去调用我们的这个Task里面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这块 我们就就两个方法都调一下吧 第二 Task 然后这块写 那个 比如说那个 写一个啥 写一个嗨了吗 然后再写一个Task 然后再写一个Task2 参数删掉 不要参数啊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这个 这个任务呢 就写到这了 写到这了之后 最后 是不是还得创建一下 这个它的这个执行时间啊 所以是Lang 然后Times 就是整个这个Task已经执行完了 是吧 因为整个的这个过程 你可能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作 比如说数据还原 数据备份等等 是吧 很耗时 我们把它时间记录一下啊 Times 然后等于什么呀 System Current Timeless 然后减去什么呀 减去我们Start Time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最终的执行时间啊 然后System 然后这块写任务执行完毕 对吧 然后任务ID 任务ID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再加上一个总号时 总号时是吧 然后多少毫秒 对吧 然后把这个Times加过来啊 好了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这个 首先在控制台上打印出来 然后未来的话 咱们做完这个模块的增上改查之后 任务日志的增上改查之后 就是那个增和查之后 咱们就通过增加的方法 把刚才写的那些内容加在任务日志里面 明白吧 嗯 好了 然后 我看一下还没有啥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如果针对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给它完善一下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什么 Try catch的工作 就万一它中间出现问题了呢 Try catch 在哪呢 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做一个Try catch呢 就是万一它失败了 我们依然要把日志记上 把任务执行失败的日志给它记上 明白吧 这个任务日志的功能 不单单只是执行成功的日志 还要记录执行失败的日志 明白吧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把这个失败的日志给它记上 任务执行 失败是吧 其实最最终的工作啊 是这块是任务执行 失败是吧 然后任务ID是什么 总号时你也别算了 它都没执行完就错了是吧 这是它这块 所以前面这个message 我们拿出来啊 然后所以这块是任务执行失败 任务ID是什么 然后message 然后finally这块最后写一个什么呀 日志的保存工作 就是前面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可能是准备 准备日志对象 对吧 这是准备日志对象 然后最后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最后我们的日志都要进行一个保存 明白吧 所以说这块呢 就是日志的 保存 好了 然后 接下来呢 这块我们就写的差不多了